Hello,大家好,这个是拉克兰的棒球服 一个62%的羊毛和38%的棉 然后拼接的是一个两边是小羊皮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衣服 后边是一个大的Polo 这个衣服还是挺厚实的 然后平时我们如果冷的话 里面加个毛衣就行了 其实我今天连毛衣都没加 还是挺保暖的 现在我们纽约现在是2度左右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感觉 然后细致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大的马车标 然后后面是一个Polo 它这个是用一个立体的Polo 给大家看一下 它做工还是挺重工的 挺舒服挺保暖的 然后看一下里面 里面的话是一个厚的泥布 那种繁荣的那种很厚实的一个泥布 所以穿的还是挺保暖的 挺暖和的 比较厚实 然后这个是一个口袋 对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很不错的 我穿是L嘛 很多人对大小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 其实这个棒球服 真的就是 我感觉穿小有小的风格 穿大有大的风格 如果我按照正常选 我穿XS够了 穿XS就是袖子是正好 然后的话 然后这个棒球服的围子 刚好是到皮股的上面 是把你整个屁股 臀部都能录出来的 但是我不太 有的人不喜欢把整个屁股录出来 他们可能会 可能会是不是保守一点吧 就选择会大一点 大一点它会稍微长一点 长也长往哪去 屁股还是录出来的 所以根本就不用纠结大小 你只要 纠结 宽松度 然后你穿的 觉得你喜欢哪种风格 然后去选择 就是说按照你的身高体重 你至少要穿哪一个码数 然后你想宽松一点 你往上面选一个 或两个大的码数 像我这个一五四九十八 我穿L都可以 就是就是长一点 正常来说 我应该穿S M应该算是正好正好的 XS太 不是我一直太高了 我不太喜欢 对 我穿L也没有穿很大 因为也没有穿很长 这个 嗯 我是85的胸围啊 里面的胸围 这个L的胸围才110 所以根本就 差别不大的 不用太纠结 马术 OK 好 拜拜